和世界毁灭相比 真神和几个大君王的性命还真不算什么 奥峰相信联军阵营 也明白清朝之下无完卵的道理 停战休养势在必行 怎么 你觉得很可惜 冷军华似笑非笑地问着 不 这正合我意 奥峰应没一挺 抬起头来 这些年 我不断地修行攀登 就是为了打败此人 就这么杀了他 我心里也觉得缺了点什么 有机会的话 我还是希望能够自己亲手击败他 这次的战争是真神步步紧逼 不给我更多时间 如果再有百年 我相信我定能强过他 那么现在放他 也就没什么所谓了 亲手打败真神 这算是奥峰的一个执念 上古幻世的大仇不能不报 云青红的事更让他怒火滔天 真神是他的修行道路上的一个标杆型对手 如果他真就这么酱油地死了 对奥峰来说也是个遗憾 而停战归停战 奥峰也不会傻到真以为能和对方联手抗敌 他们之间的仇怨不可化解 关系不比那些入侵的外敌好多少 哪怕表面和平 心里仍是各怀鬼胎 一旦帝王灵开启 双方恐怕会再起冲突 这段时间里 他一定要超越真神 百年时间就想超越他 年轻人 你很有志气啊 冷君华也挑眉一笑 顿了又顿道 不过 我要提醒你的事 你百年之后要面对的 可不是现在的他 魔神结界破除后 至尊强者 便可直接降临诸神 也就是说 将来站到你面前的 是此人的本体 至尊巅峰的军灵者 在万界之中 也能堪称决定的高手 这样 你还有信心 本体降临 至尊巅峰 奥峰正义正 他这是第一次听说 真神本体确切的等级 果然 还是站在世界顶端的存在 虽然他治理天下 烂得可以 这实力却是真强 不过 他既然都敢挑战 昔日号称天下的 第一的真神 又岂会因为这点困难 就退缩呢 微微一笑 他傲然以应 我秦奥峰一路走到今天 还从没有过失去信心的时候 这话说得当真狂妄 听得场内场外 无数人眉毛直跳 不过 想想奥峰一直以来的形势 还有他那如今只有二十八岁的年龄 和大君王的修为 好像一切又理所当然了 小丫头果然很合我的眼光 风七妹子 生了个好女儿呀 既然如此 事情就这么定了 说着 他一转眼 又对着联军众多大君王 挥挥手道 听到了没有 百年之后 奉天再会 帝王灵开启之际 就是他二人再战之时 本公主不会再插手 一切由这个小丫头自己面对 别说我没有给真神活路 这也是他唯一的翻身机会 现在 带上他和你们的残兵败将 混吧 冷君华也不是刻板之事 不会非要顾全大局 让双方放下恩怨 他同样对真神看不顺眼 反而很欣赏和支持奥风的战役 如果奥风 能在开启帝王灵之后 打败真神 未必不是一件好事 谁知道 这个小人 会不会在入侵大战时 故意拖后腿 这种同盟 不说不要 联军众人 被呼喝的脸色 震子震轻 恨死了冷君华的独断专行 却又不敢造次 听到他叫他们滚 居然还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 光暗大君王 硬着头皮站出来 看了一眼城头上的奥风 见他也无意义 赶紧应道 我们会告知大人的 随即 他们就如火烧屁股一般 抬起真神 飞速离去 也不知道 是真被气出了好歹 还是怕丢面子装的 真神居然一直 也没有见醒 大君如潮水一般地撤走 只留下一地尸骸 联军来得浩瀚 走得狼狈 几乎是灰头土脸 逃命离开的 不过 他们能逃 败即却逃不了 光暗大君王回去之后 还是得火速派出使者来 和他们处理 割地交接的事情 而真神醒后 想必也会再次 气得吐血三生 傲锋在城头 摇看他们的背影 神情有点恍惚 这场战争终于结束 他们几个月来 一直提着的一颗心 此时总算是落了地 结束了 我们赢了 我们居然真的赢了 双城万岁 秦傲锋大人万岁 我双城 我定能在诸神 一礼不得 城下的军事 发泄般地扔掉兵器 仰天嚎叫 相互拥抱 热烈盈眶兴奋感慨 这一战 甚至这几百年 整个双城的压力 都太大了 他们面对了 无比强大的敌人 太久太久 这里的每一个战士 几乎都是抱着 必死的决心参战的 他们不像傲锋 知道自己手中 还有哪些力量 纯粹 就是靠一股义气 和一种义气 才能战至今日 这一战 能有这个结果 每个参战之人 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仅仅冷军华一个人 也不可能 图进敌方百万大军 你们都是好样的 传令下去 城内设宴 犒劳全军 今夜 大家可以尽情一罪 暴风望着下方 露出肯定的微笑 不管未来 是否会有什么浩劫 这一刻 他们只需欢庆 守卫住家园的喜悦 整个孟海城 乃至双城旗下的 所有城池 举城大庆 扶着云青红 带着众多 双城高层强者 奥风一行人 回到了城主府内 当然 还邀请了这位 替他们解围的 天将神兵 冷军华大人 原本以为 冷军华这样的 绝世强者 应该孤高傲然 不会喜欢那种 繁俗的宴会 奥风等人 只不过客气着 邀请一下 其实 是有很多问题 等着想问他 不料 这位大姐 竟然真的 两眼放光地 钻进了宴会厅堂 一阵胡吃海喝 和一帮低节修者 酗酒划拳 拍案高歌 魔性的笑声 回响了半个夜晚 令奥风大跌眼镜 不过 众人也要处理不少后事 除了犒劳之外 还有战后抚恤 毕竟战争 总是会有伤亡的 城外一片狼藉 也要安排人打扫处理 境内的消息传递和解除 战时传送阵禁闭 以及各种警报 还要应对一些 诸如和封岛 寿亡陵等 巅峰势力 来的道贺信息等 各种杂事 忙得重高层脚步沾地 奥风不管这些事情 但他也忙 忙着替云青红 查看伤势 只是看着看着 就变成了偷乡 和反调戏大战了 云青红对奥风 在战场上的热情 表示非常满意 定要反馈一下 聊表寸心 奥风以他身体不佳为由 坚决抗议 在经历了数次交锋之后 云青红终于略胜一筹 而奥风也确定了一个事实 这小子精神得很啊 赤和兴辉 也到外面不知名的地方 打战去了 这俩家伙 第一次见面就想打架 不过忙于对抗联军 一直抽不出时间 现在事情总算是告一段落 两头凶残的魔兽本性 也爆发了 宴会都没参加 就急冲冲地先后跑路 还每期名曰 切磋共进 奥风知道 赤最近 屡屡遭到压制 生怕他心中不爽 特意好与安慰了一下 哪知赤大爷一撇嘴 就让他翻白眼了 本集结束了 我是奥风 我们下集再见 接下来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我